哈喽,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呢,冰哥给大家分享一下957和他幸福的盒子 家人们都知道,我这次来昌州主要就是为了见七哥和他幸福的小盒子 有的盒子第二个 这门呢,一样,两层,一个门,房屋一沙帘 我回头,这个床物很好,15年之内不会养化,它是一个三层 应该算是国内最好的这个房车专用床物 听说呢 我先看到了一个厨房厨房的群 啊,一个折叠的洗菜 一个折叠的洗菜盆 一个干净的厨房台面 然后上面是两个 最开的,内嵌的 这次 我们内嵌的工艺上复杂 看到这个,有机件吗 这一个锁是洗手 全车装的锁,滑在金钟 这是一个老大哥 60岁左右 他命质 洗手间呢 按他的要求 我们做了 把马桶去掉 他说他不需要用马桶 但是台上盆子都是有 天心的给他挖了两个放杯子的地方 然后淋浴的挖洒 这边是 挖洋花 啊,激光镜 毛巾架 这些 装一个6升的热水器 这边是一个大衣柜 下面是一个这种偷梯 这边呢 他 这版本的冰箱呢 他是要用那种冰柜 就可以装一下 最大可以补工一下 60升的一个大冰 冰火冰柜 是一个主要的结果 呃,比如晃东西啊 做饭也没问题 五孔的插座 配了四个 嗯,12伏的点线器呢 下面也是同样 也是一个出户空间 呃 前半部分呢 是一个单人床 不过是两个人出行的话 它是一个液压机构 把那个推进去 啊,这个台面呢 是看的挺大哈 它是可以 可以 转圈子 让你坐下来 把那边打开 你可以坐过去 桌子绝对够大 嗯,打麻将都没问题啊 嗯 啊 外面换窗 而且我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 这些窗户 都没有问题 这边呢 做了一个窗户 啊 可以放些小的 小的东西 睡饮器材啊 这个床拼下去 去拿食物 然后弄 一个液压 上面呢 我们做了四个教会 三个教会 啊 都是有种 不像以前那样 手举的 现在都是 一种 放下来也不会很快 弹回去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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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 就是这个大哥自己家的 那个泡沫的一个贴上去 可以隔着 继续说可以隔着 不会没有做到 重要是他能防潮 保持他的干燥 在那里面有来说一些随手的工具 比方说 什么 前进顶啊 有可能弄什么东西吧 想一下他的尺寸 外观呢 是一个三米三的箱 高度是两米二十 两米二 外的这样 可以说呢 这大哥是装了 四百的领电 八十五的清水 八十五的灰水 然后还有一套 银车充电器 包括他的外置厨房 户外厨房 这是户外厨房的那个柴油棒棒 柴暖 空调 冰箱 前面呢是一个 有一个油箱 十五升的油箱 柴油加注 他的行车充电 主要在行车的过程中呢 他两对接就可以给 后脱挂充电了 啊 车顶上装了六百的太阳灯 所以一个人拉起来没问题 1.2的小车足够去拉它 我们这车是拿五菱之光去车 一点问题是没有 从重量七百 七百公斤 和自由的盒子一个售价 但是没有后面这块窗户 这个 这是 搬家 交朋友也要顾本 后来核算下来 有些不顾 交朋友一下 三万多米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兵哥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嗯 主要是 七哥分享了一下他 幸福的盒子 回头呢 这两天有时间 再给家人们分享一批 自由的盒子 好了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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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